第六章我们跟各位介绍了如何应用基本的平衡观念 来求得各种不同的结构在受力之下 受力之下每根元件所承受的力量 包括行架框架跟机械 那你们这本课程的第七章 基本上我们要谈到的是一个所谓的梁的问题 我们讲所谓的梁就像类似我们现在看的 假设这是一个水平的梁 我承受了这样子的一个力量 这个的距离是x 那我们假设这个力的分布我们叫qx 我们在第五章已经告诉各位 怎么样计算这个qx的合力 以及合力所在的位置利用重心的观念 以及能算出来在这个固定端所承受的反作用力 那第七章呢 他们我们所谈到的是如何算出来这个梁的某一个特定截面 比如说是这个样子 在这中间某一个截面的时候 它这边会受一个简历 share force 也是x的函数 跟m bending x的函数 第七章主要就介绍怎么算出这个share force跟bending moment 以及这个qvm会分别有一个微分跟积分之间的相互关系 那个是第七章要介绍的 也就是算出一个受着负载的梁 它的类力 但是这个部分呢 你们将来在财要力学任何老师也会教 本身来讲也会教 那因此我们因为时间所限 所以我们这个第七章在我们这门课 我们就给他忽略 反正因为我在强调 你们在财要力学上也会教 而且这些关系跟我们选择坐标有关 那你们财要力学老师的坐标选择不一定跟我的选择都会一样 我怕用了不同的坐标系统会把各位搞混 所以呢 这也是一个原因 我们第七章就不在这门课程上教授了 另外一种叫做异动摩擦 那干燥摩擦跟运动摩擦的差别 就在两个接触面之间 有没有润滑剂 有没有润滑剂影响很大 如果有润滑剂的话 它会变成异动摩擦 那还会扯到流体力学 所以我们一般在应用力学里面教的摩擦 都是干燥摩擦 那是我们第一小节跟各位介绍的 OK 如果考虑到摩擦力的话 我们怎么样来处理这些问题 第二小节呢 我们介绍一个叫做WEDGE WEDGE 基本上就是类似这个 一个有斜面的物体 它有一边是一个斜面 这种东西就叫WEDGE 中文我们把它叫做 楔形块 WEDGE OK 然后利用这个WEDGE 我们会 那我们叫做是所谓的WEDGE 跟方螺纹螺酸 通常方螺纹螺酸 就是用在一些千金顶 跟一些夹磁具 也就是说 我们是 因为WEDGE 你们知道有一个斜面 就像你们比如说 把这个教室门我打开一半 要它不要动 我们就会塞一个纸片 塞到门缝底下 利用摩擦力 使得门不会动 那种纸片的功能 就相等于这种楔形块 就相等于这种楔形块 而方螺纹螺酸 就是利用楔形块的观念 来制造所谓的千金顶 跟一些夹磁具 OK 螺摩擦力会使得 它不会发生打滑 第三节 我们跟这个介绍的是皮带轮 就是利用皮带的摩擦 所以一个轮子 可以带动另外一个轮子 这是皮带轮 我们主要是要了解 它在转动的时候 两边 一边比较松 一边比较紧 松边跟紧边 之间的张力的关系 所以第二节 跟第三节 基本上是摩擦力 在机械工具上的一个应用 在机械工具上的一个应用 那这一章 你们课本上的8.7 跟8.8节 会介绍到轴层 轴层也是一样 它也是一种摩擦 跟摩相关的应用 但是应用力学 实际上轴层是机械设计里面很重要的一个零件 你们将来大三上到机械设计的时候 那个老师会很详细的介绍 而这个应用力学 它只是很初步的介绍 意义不大 所以我们时间所限 我们8.7 8.8节不教 留到各位将来上机械设计课的时候 在学 那8.9节 指的是滚动摩擦 指的是一个物体在滚动的时候 摩擦力是什么状况 这一小节呢 将来我们在动力学 会很详细的介绍 因为静力学它不会有滚动 因为基本上它不会动的 所以这边也容易造的火 因此我们8.9节 也先忽略不教 留到各位动力学的时候再谈 因此我们这一章 你们课本上的8.7到8.9节 我们不会教 当然考试也不会考 也就是说这一章 真正跟各位交到应用 其实是一个是方轮纹螺栓 一个皮带轮 第三个就轴承 但是轴承 这边讲的太简略 我们给各位留到机械设计的时候再学 现在我们先介绍第八点一节 所谓的Dry Fraction 我们在前面从第一章到第六章 如果一个物体有接触面 就有两个物体有一个面在接触 只要有一个面互相接触 我们都会假设 要不然就假设说这个接触面是非常光滑 我们讲过如果说的非常光滑 就假设没有摩擦力 要不然就说要很粗躁 考虑到摩擦力 就是这两种 但是实质上 没有任何两个物体材料互相接触 就是它会光滑到 没有摩擦力 因此要注意 在应有理学里面 如果我们说假设接触面没有摩擦力 它真正是个假设 实质上它不存在 摩擦力永远会存在 不管你说这两个工作件表面多光滑 我们再会解释 再光滑 它也会有摩擦力 OK 也就是两个物体 有接触面 它只要有移动的倾向 挺好 我说有移动的 像我这两只手 我只要有用力 想要把这两个手分开 我不想真的分开 我只要有望上或望下的倾向 还没有翻 但有这个倾向 有这个力存在 想要使两只手上下分开 沿着接触面的摩擦力 就一定会存在 所以我再强调 通常如果我们假设说是没有摩擦力 是真正纯粹 它只是一个假设 造成摩擦力 有三种原因 第一种 就是你们仔细看 两个物体表面间 如果不够光滑 你们用很高倍的显微镜看 物体表面就会有坑坑凹凹的 那个就是我们所谓的粗糙度 就好像一堆小三谷 那你们想也知道 如果我这个物体上面有一个小三谷 另外一个小三谷 两个波峰 波峰一移动之间就会撞在一起 就会产生力量 所以因为物体表面不是绝对的光滑 它会有粗糙度 而这个就会造成物体要有相对运动的时候 摩擦力会出现 这是第一个原因 第二种呢 你们说如果我物体表面非常光滑 举例来讲 两片玻璃 玻璃的表面很光滑了 你们把两个玻璃夹在一起 你们尝试去推动它 看看 也很难推动 如果物体是非常光滑的 它也会有分子接近的聚合力 也会造成物体有点连着 拉不开 只要你想把一个物体产生相对运动 而它还不能动 就是因为摩擦力在挡着 这是第二种 不光滑的物体 粗糙度就会造成摩擦力 太光滑的物体 它的分子之间的聚合力 也会造成摩擦力 当然第三种 是更容易发生的 就是如果你有两个物体的硬度不一样 一个很硬 一个比较软 那硬的物体之间 可能就会在软的物体上面之间 搞出一堆凹痕 那个就会造成摩擦力 再移动就会造成摩擦力的出现 所以一般摩擦力 出现的原因 大概是这三类 那有一点要注意 摩擦力 我们刚刚讲了 摩擦力的目的是 阻止物体产生相对运动 但是摩擦力有一个最大值 任何两个不同的材料 接触在一起 它们之间摩擦力 也会有一个极大值 如果你的外力 超过这个摩擦力的极大值 物体一定会产生相对运动 物体一定会产生相对运动 OK 所以摩擦力 绝对不会是无穷大 它有一个极大值 外力超过了这个极大值 物体就会产生相对运动 那我们这边有一个专有名词 也就是说两个物体 即将要发生相对运动的那一刹那 我们就叫做Motion is Impending Impending的意思就是说 即将要产生相对运动 中文很闹口 英文很简单 就一个单字 如果说Motion is Impending 就是代表这两个物体 即将要发生相对运动 这本身是个专有名词 那像我们刚刚就给各位说过了 摩擦通常分两种 一种叫干燥摩擦 两个物体界面之间没有润滑剂 另外一种叫做异动摩擦 两个物体界面之间有润滑剂 如果两个物体之间有润滑剂 叫异动摩擦的时候 它这个基本上我们就把它 就叫做摩润学了 摩擦润滑 因为有液体就会有润滑的效果 那当然它比干燥摩擦来讲 它的因为有润滑剂 它的摩擦力一定是比较小 那在应用力学里面 我们谈照的都是干燥摩擦 然后第一个就像我们讲的 因为摩擦力主要 这个你们根本上没有这个图 但也不见到超 一看就懂 摩擦力主要是防止物体产生相对运动 所以像你们小学就学过的 作用在一个物体界面上的摩擦力的方向 一定跟物体运动的方向相反 所以你们看左边的这个图 一个A一个B 我有外力 我要使A 我考虑要使它往上 B要往下 那作用在A的摩擦力就一定是往下 作用在B的摩擦力呢 就一定是往上 摩擦力的方向一定跟物体运动的方向相反 那我们现在开始来介绍这个摩擦力 有一点你们从小就学到过 现在有个观念一定要改啊 你们从小就学到过摩擦力F 不是等于μS乘以N 就是近摩擦系数乘以N 跟动摩擦系数μS乘以N 那你们从小学就学到了 摩擦力就是等于摩擦系数乘上正向力 所以有的同学会有个误解 认为摩擦力只有两个 不是μS乘以N 就是μK乘以N 我们现在就要告诉各位 错 摩擦力不是只有这两个值 它会有非常多的值 在物体如果有产生相对运动 摩擦力就是等于μK乘以N是没错 可是当物体还没有动的时候 你只要使这个物体动 但是它还没有动 它就会有摩擦力 这十个摩擦力跟μS乘以N是不一样的 所以这里你们要注意 我们现在就拿你们右下角这个图来看 甲力下有一个物体的重量是W 它放在这个地面上 所以地面给它一个反作用力N 这时候是平衡 我没有任何的水平力量去推这个物体 所以物体不会动 这个时候摩擦力等于0 因为你完全没有外力 想要使这个物体移动 好 第二阶段 这是第一阶段 第二阶段 看右边的这个图 现在有一个P 水平力的P 我想要推这个物体 可这个P不够大 所以物体还是没动 就像我想要推这个桌子 可是我花的力不大 所以桌子不会动 但是因为已经有一个水平的外力P 所以在朝右的P 所以在下面 它就会产生一个朝左的摩擦力 虽然挺好 物体没有动 但是物体如果要动的话 它的动的倾向 它的气图是往游边移动 所以摩擦力就朝左 因为这个F要跟那个P 要达到静态平衡 因为物体没有动就是平衡状况 所以当有外力 要使物体产生相对运动 但是物体并没有产生相对运动 这个时候的摩擦力 是依据平衡方程式来决定 以这个case来讲 它就是等于P 只是P P如果是流顿 摩擦力就是16顿 P是26顿 摩擦力就是26顿 所以摩擦力这次不是定值 它是要跟外力来维持平衡 依据平衡方程式来算摩擦力 以这个例子来讲 就是summation fx等于0 这是第二阶段 第二阶段就是摩擦力 不会是定值 随着外力的变化而变化 第三阶段 如果我的外力够大 达到使物体即将要移动 也就在impending 这个的时候的摩擦力 就叫做最大净摩擦力 我们说Fm就等于μs乘以N 这个就是我们刚刚说的 会摩擦力的最大值 这个Fstopm 这个下标m指的是maxima 最大摩擦力 就是等于近摩擦系数 乘上N 如果我的摩擦力 刚好等于μs乘以N的时候 这时候就是impending motion motion is impending 这个箱子即将要移动 即将要移动 如果有人跟你讲说 现在是motion is impending 就是告诉你 我现在的摩擦力 就是等于μs乘以N 这个就变成一个固定值 然后到第四个阶段 我的外力终于大到 而这个时候P还是得Fm 第四个阶段 我外力大到使这个箱子移动 这个时候呢 我的外力P就是大于Fm 因为它已经 只要一个外力会使物体移动 这个外力一定是大过 最大净摩擦力了 而这个时候的摩擦力 就变成动摩擦力 物体只要一动 它的摩擦力就永远固定 Fk 这个k是canatic 就是动的意思 等于μk乘上N 所以一般来讲 我们就会你们看到 右下角的这一个图 第一阶段是在原点0 因为没有水平外力 第二阶段水平外力不够大 所以我的摩擦力的大小 跟水平外力是一句平衡 这边就P是得F 沿着你条斜线45度一直上面 然后第三阶段 到了最高的这个点 这一点就是motion是impending 外力等于我的最大净摩擦力 然后第四阶段 外力更大 物体移动 摩擦力 净摩擦力马上降到动摩擦力 因为一般来讲 动摩擦系数 μk一定小于μs μk一定小于 然后我们刚刚讲的 所以摩擦力一般来讲 只要物体没有产生相对运动 摩擦力是一个变数 它是等于多少 我不知道 你要用平衡方程式来决定 物体即将要动 摩擦力等于μs乘以k 物体已经动了 摩擦力等于μk乘以n 这个Fm跟Fk 我们是指这两个 一个是动摩擦力 一个是最大净摩 它有几个特色 第一点 它跟正向力乘正比 我们知道 因为就是μ乘以n 跟正向力乘正比 第二个 这两组摩擦力 跟我接触面的情形有关 也就是跟μs的 或是μn的大小有关 这个大家都知道 注意第三点 它跟面积的大小无关 你两个接触面 不管是这么大 你们看 我举例来讲 如果是我把我手指 用力夹在一起 然后用力夹在一起 夹得很紧 我是这样子夹得很紧 跟两个指头夹得很紧 只要我们这个力量 总力量是一样 就我两只手掌之间的力量 压在一起的力量 跟我两个指头压力量 是一样的话 也就是只要n一样 我的摩擦力就一样 记住 摩擦力跟面积无关 面积大的 很多同学会有个误解 好像接触面积越大 代表摩擦力越大 错 我们讲的μs乘以N就是合力 所以 听好 接触面积的大小 跟摩擦力无关 不会说接触面积越大 摩擦力就越大 没有这个说法 这是第一点 各位要注意 还有第二点 我讲义没有 你们自己补充一下 要注意 比如说这是我一个接触面 我只知道我摩擦力的合力 是μs乘以N 但是注意 大家看好我的手 我的μs乘以N的合力 不是有个作用线吗 这个作用线在我手掌的哪个位置 我们不知道 因为它跟这个物体的表面 粗糙度的分布有关 所以听好 我们通常只知道摩擦力是这么大 这是我的方向 这是合力 但是合力在这个位置 是在这个面积的哪一个位置 我们一向不知道 所以如果听清楚 如果摩擦力是作用在一个平面上的话 是作用在一个面上 我们不能取粒矩 因为我不知道怎么取 因为我根本不知道 我的摩擦力是在这个位置 那你取的粒矩是 粒幣是不一样的 所以注意 有摩擦 除非摩擦力是作用在一个圆 因为你知道圆跟一个平面 只有一个接触点 那时候我就知道摩擦力 就是那个接触点的位置 除非摩擦力作用在一个圆 如果摩擦力是作用在平面上 永远记住 如果接触面是一个平面 那个摩擦力 通常我们不能取粒矩 我们后面讲一会有在讲 我们这里就强调一下 你们自己在你们科码旁边注明 如果摩擦力是作用在一个平面上 这个摩擦力不只是大小跟面积无关 而且不能取粒矩 因为我不知道它整整的作用线方位 作用线的方位 我们是不知道的 那下面这是你们刻意的一个表 这次给各位做参考 不要去记它 这是代表了不同的材料之间 它的近摩擦系数的范围 你们可以看 同样的两个材料它范围还蛮大 因为这个跟 因为最主要的是摩擦力 不只是跟材料有关 还跟材料表面的光滑程度 或者所谓的粗糙程度有关 两个工作件表面越光滑 摩擦系数会越小 越粗糙就会越大 哪怕它材料是一样 所以摩擦力会跟材料有关 而且不是一个材料 你们觉得不能问 不能问人家这个蠢问题 铜的摩擦系数是多少 人家回答不出来的 你不能问人家说 单独一个材料的摩擦系数 没有 只要谈到摩擦系 一定是两种材料 你可以问人家 铜跟铜的摩擦系数是多少 铜跟铝的摩擦系数范围是多少 铜跟铁的是多少 你就是不能单独问人家 铜的摩擦系数多少 铁的摩擦系数多少 这个话是外行 你要问摩擦系数 一定要提到两种材料 可以同样的 自己跟自己那没有问题 但是一定是要讲出两个材料 铜跟铜 绝对不能只讲一个铜 而且通常人家给的是一个范围 因为摩擦系数还跟你的表面粗糙度 有相当大的关系 严格说起来也跟温度有关 铜跟铜的摩擦系数在100度跟500度C 它的摩擦系数是不一样的 OK 基本上温度越高 摩擦系数会越大 你们可以讲 因为温度越高材料会变软 越软 它直接的摩擦系数就会变大 越硬的东西 摩擦系数会小一点 这边给各位看的是净摩擦系数 下面这边是一个一般的原则 但是不是公式 动摩擦系数μk 等于净摩擦系数的0.7 这主要是告诉各位 动摩擦系数比较小 这是合理的 并不是所有材料间的动摩 这个不是公式 这只是说一般来讲 这句话在那边怎么用 如果你在某一个参考资料上 你只查到这个表 你只有净摩擦系数 找不到动摩擦系数 你又没有办法做实验 那你就假设 动摩擦系数 是净摩擦系数的0.75倍 这句话只有这个时候会用到 如果你可以找得到 动摩擦系数多少 你就直接用你找到的 我在讲到 这个是很多两种材料间的 动摩擦系数跟基本上会有这个关系 但是这是一个实验统计的结果 并不是百分之百可靠 不能把这个当一个公式 你只有是我告诉你净摩擦 没告诉你动摩擦系数 那你必要时候把这个做假设 这个是大家要特别注意到 好 那像我们刚好 我们刚刚就解释了 我们这边只把它画说的更清楚一点 也就是说 真正的干燥摩擦 像我们刚刚说的 分成四个阶段 我们刚刚举例是只有水平 也就是说 所谓会影响到摩擦力大小的外力 一定是跟平行与我的接触面的那个方向 我们现在举这个例子 这个课本上的图号 你们自己可以对应 第一个这个图 我现在物体有一个重量W 然后有个反重量力N 然后呢 它还有一个垂直向下力量P 所以它有外力 可这个外力呢 没有水平方向的分量 也就是说 没有沿着接触面方向的分量 所以这个物体完全没有动的倾向 不可能动的 因此这个时候摩擦力等于零 这就是第一阶段 也就是没有平行于 我们讲的平行平面 就是这个平面 接触平面 没有跟接触面平行的外力 不管大小 根本没有这种外力 所以物体不会发生相对运动 因此不会有摩擦力 这是第一阶段 也就是刚刚你们看到的 相等于右下角 这个图的圆点的部分 好 第二种阶段 我现在这个P不是垂直立的 有点斜 所以它有分量 第一个阶段的时候 你们仔细看 我的N就等于P加W 因为是平衡的 第二个呢 我现在力量有一点点斜 所以它有垂直的分量PY 也有水平方向的外力PX 因为现在有了PX 所以虽然这个木块还是不能动 因为PX不够大 但它有了要移动的倾向 像我们这边讲的 我的PX是小于FM 小于最大净摩擦力 因此这个时候 我的摩擦力 是因为平衡 所以F等于PX 记得F等于PX 就从summation水平方向合力而来的 所以我的摩擦力 朝左就等于PX 因为就是PX-F等于0 F是等于PX 而且呢 因为PX小于FM 所以我的摩擦力也小于最大摩擦力 因为小于最大净摩擦力 所以这个滑块不会动 我的N就是等于PY加上W 这是第二阶段 第二阶段就相等于 我们刚刚前面这个图 这个斜线的这种阶段 不一定是直线 因为我们现在 我们意思就是说 这个时候 我的摩擦力 是依据平衡的观念 跟水平的外力 达到平衡 好 第三个阶段 就是imending 也就是说我的水平力变得更大 那个力量更低了 更斜了一点点 因此呢 我的PX刚好等于FM 也就是说外力刚好等于了 我们的最大净摩擦力 那这个时候呢 我的摩擦力 当然等于PX 也就等于是最大净摩擦力 那这个时候 就是imending motion 这个物块即将要移动 所以也就是说 你们要知道的就是 只要你发现 作用在工作件上的摩擦力 等于FM了 就代表 这个外力就即将要使这个物体 开始产生相对运动 或是反过来 如果你知道物体即将要产生相对运动 你就可以说 这个时候摩擦力就等于 μS乘上N 那第四个阶段 就是P已经够大 大到了FM 所以这个物体会移动 这个物体会移动的时候 我的摩擦力就不会等于PX 这时候平衡就打消了 记得这个时候 在这个case summationFX就不等于0了 它没有平衡 因为它已经在动了 summationFX像你们讲要等于MA 所以我的摩擦力 这个时候就变成了 是FK 也就是μK乘上N 这就是我们讲的四个阶段 所以你们注意到 这里面真的要注意 我们再强调 基本上 干燥摩擦的摩擦力 就四种可能 第一种 摩擦力如果等于 没有外力 使物体有产生相对移动的倾向 摩擦力要等于0 有外力 使物体产生相对移动的倾向 但是物体还不会动 这个时候 摩擦力会跟那个外力达到平衡 所以摩擦力的大小 是要用平衡方程式来求得 第三种 如果外力够大 大到使物体要发生 Impending motion 这个时候摩擦力 就等于μS乘以N 第四个 外力 这个时候摩擦力不只是 等于μS乘以N 而且跟这个外力 还是会产生 Summation FX等于0的 平衡状况 最后一种 如果外力大到使物体已经动了 它们就不平衡了 Summation F就不会等于0 然后摩擦力就降到μK乘以N 就这四种情形 那我们考虑到摩擦 最主要就要知道摩擦力是多大 还有我的N 正向力是多少 那一般来讲 下面这边各位可能以前没学过 我们有时候考虑摩擦力 会考虑呢 你们看 以这边来讲 这个是N 然后如果这边有个摩擦力 那这边合起来就会有个合力 R 所以像我们这边讲的 我们有时候考虑摩擦力 我不是去考虑F 不考虑摩擦力跟正向力 我只愿考虑摩擦力跟正向力 做成的这个合力 R跟R和N 直接所形成的角度 我们这边举几个例子来说明一下 很多时候我们有R跟N 所形成的角度 这个我们叫摩擦角 Fight来考 为什么呢 因为这有一个 有时候审视一点 我们这样子看 比如说这边有一个物体 它可能有往这边移动的倾向 所以这个时候 这是我的正向力N 然后这是摩擦力F 那这是两个位置数 那有的时候呢 我把这个就合起来 这边就变成R 那这个跟这个之间夹的角度 我们叫做Fight 那这个时候呢 我就知道了 反过来讲 我整个这个摩擦力跟正向力的合力 水平方向的分量就是Rsin與Fight 垂直方向分量就Rcos与Fight 你们相信等一下你们会看到 真正在解题的时候 用这个R跟Fight的观念 写平衡方程式 远比你用F跟摩擦力来写平衡方程式 相对来讲 感觉你会觉得简单一点点 这唯一要注意到是R的方向 你们看 这个图是往右边走 我这R就偏右 反过来讲 如果这个物体的 打算移动的方向是这边 这是N 那我的摩擦力呢 因为要往左移动 这就是我摩擦力 所以这会变成R 好 我再强调一次 因此你们仔细看这两个图 物体如果有往右移动的倾向 那个R会偏右 有往左移动的倾向 R会偏左 记住这个原则 因为我们真的要画自由体图的时候 最主要的你就要画清楚 R的方向是偏左还偏右 这个你们自己操一下 我这个图告诉各位 如果R物体移动的倾向 是朝左 R就会偏左 物体移动的倾向 会偏右 R就会偏右 那这里面 还有两个我们补充说明一下 比如说 如果物体即将 即将要动 也就是我的摩擦力 等于μS乘以N的时候 假定我们等M 那这时候的角度 我们就叫做φS 也就是物体即将要移动的时候 R跟正向力 所夹的角度 我们就叫φS 如果这个摩擦角等于φS 也就是摩擦力 就是等于μS乘以N的时候 就是在斜面也是一样 我们再给各位画一个图 假设现在这只物体 它有往左移动的倾向 然后我们的不管它有没有动 这是我的发现 这是物体的发现 正向力的发现 愿望左一动 所以我知道 我的R一定是偏这个边 这就是我的R的方向 那之间的这个角 我们就叫做φS 那这边的这个角 是细达 所以整个这个R 在水平方向的分量 就是等于R乘上sin 细达加φS 我们后面反而会有些例子 这边先告诉各位 这个R 就是斜面也是一样 你们最主要的就是 我在强调 你们要注意到的就是R 偏左还偏右 物体要往左移动 R一定是偏左 物体要往右移动 R一定是偏右 φ是R跟发现 也就跟正向力方向 之间的角 我们叫做摩擦角 好 那我们下面就来看 第一个 还是像刚刚那个图 有一个W有一个P 但是P都是垂直的 所以我N就是等于这个的W 没有 N等于这个W 这个时候 我的φ是等于零度 φ等于零度 也就代表没有摩擦力 它也合力跟正向力同一条线 这个就代表摩擦力 这个就代表摩擦力 等于零 第二个case 你们看 现在这个外力P 对 现在这外力P 是有一点点斜了 所以呢 因此 第一点 这个物体 还是不会动 因为水平力不够大 所以这个物体 这边 它会往右移动的倾向 所以你们看 我的R就是偏右 R跟正向力之间的夹角 这个就叫做φ 这就是叫做φ 那我的摩擦力呢 等于P 但是 像这边 我们所讲的 我的tangentφ 应该是等于F除以N 照我们的定义 但是F是小于Fm 因为还没有移动 F还不到最大进摩擦力 所以tangentφ 就是小于Fm除以N 而这个Fm除以N 就是我们刚刚定义的 等于tangentφ 所以这个时候 我的摩擦角 小于φ 也就是告诉各位 你只要发现 我的R跟N之间夹的角度 比φ 我就知道 它一定不会动 第三种情形 我的水平外力 刚好等于我的Fm 等于最大的进摩擦力 这个时候呢 我们先再看 这个时候 大家仔细看 我们下面修除的 第一个 我的tangentφ 就叫做tangentφ S了 因为这个时候 也就是说 物体即将要移动 所以它的摩擦角 等于 就是等于我的这个φ 而tangentφ 各位仔细看 等于Fm 最大的摩擦力 除以N Fm等于μS 乘上N 然后再除以N消掉 等于μS 所以你们看到没有 如果我知道 我的进摩擦系数 我就可以得到 我的φs 就可以得到 我的φs的角度 举例来讲 我们举一个例 给各位看 如果μS 等于0.35 你们按计算机 会按出来φs 大约等于19.3度 大约 这句话是什么 如果这两个物体的接触面 接触面 磨擦系数是0.35 那万一 我算出我的φ 我的f 我的摩擦力 也就是说我的R 跟法线之间的夹角 是小于19.3度的话 我就知道 是属于这种case 物体不会移动 反过来讲 如果我知道物体即将要移动 我马上就可以知道 我R跟N之间的夹角 就是19.3度 我马上就知道 R跟之间夹到19.3度 那我要做力平衡的时候 就是一样 水平量就是R乘上 赛乙19.3度 所以就R乘上 cos 19.3度 最后 如果物体开始移动 那我们知道 我的摩擦力 就是得μK乘以N 这时候的夹角 我们就叫做φtK 也是一样 tanginφtK tanginφtK 等于μK乘以N 再除以N 然后N消掉 就等于我们的μK 因此 我现在知道了 净摩擦系数的Arctangin 就是等于φtS 动摩擦系数的Arctangin 等于φtK 这两个角度 我们分别就叫做 净摩擦角跟动摩擦角 你只要知道摩擦系数 就可以得到净摩擦角 跟动摩擦角 然后你比较你实际的φt 跟这个值 你就会知道 你物体是即将要移动 还是根本还不会移动 还是已经在动了 这个观念 我们后面会举例子 真的在解题的时候 还蛮方便的 远比你单独考虑 F跟N容易 我们等一下会举例说明 这条实际运质 你们才会知道 好 最后一种case 假设一个重物 是摆在一个 会倾斜的板子上 假定这个斜面 现在假设物体 靠自己的重量 W 摆在一个斜面 这个平面 现在会翘起来的 现在角度是零 因为现在角度是零 所以这物体 当然不会动 没有动的倾向 因为它只有一个重量 摆在那边 它不会随便乱动的 所以摩擦力等于零 如果 我们现在这物体 这个平板 倾斜一个角度 细打 倾斜一个角度 细打的时候 我们就看这个重量 沿着这个垂直 跟平行于 这个斜面的分量 分别的是 平行的分量 是W 细打 垂直的分量 是W 细打 所以 依据平衡来讲 遵用在这个滑块上面 的正向力 就是等于W 细打 它的 因为它有往下移动倾向 所以会有一个摩擦力 朝右上方 摩擦力 是等于W 细打 所以 我的合力 R 跟我的法线之间的夹角 也就那个φ 事实上 就是等于sin 细打 除cos 细打 等于teng 细打 因此这个时候 当 我的细打 小于我的φ s的时候 我的φ 就是等于我的细打 也就是等于说 我的斜面 有多少角度 因为它是靠自己的重量 那这个时候 还不会下滑 也就是告诉你 如果我知道 我的近摩擦系数 我就可以算出φ s 如果我发现细打 小于φ s的时候 我就可以判断 这个划块 不会自己滑下去 反过来讲 如果我的细打 大到 刚好等于φ s 那也就是代表 我的合力R 跟法线之间的夹角 就等于φ s 这个时候 这个误块 就即将要下滑 然后最后 如果误块 已经在滑动了 那就是细打 大于φ 的时候 误块就会滑动 如果误块 会滑动呢 那那个时候 我的摩擦力 等于mukn 因此 我的摩擦角 就是等于φ k 这四个图 就是告诉各位 我们再回去看 第一个 细打等于0 它不会动 如果你知道的摩擦 系数 μs μk 细打只要比φ s小 保证这个滑块 不会自己滑下去 它的摩擦力 就会挡住 这个滑块下滑 如果细打 刚好等于φ s 这个滑块 即将要下滑 如果角度 大于φ s 我们就知道 滑块会下滑了 这个就是放在一个斜面上的滑块 只靠重力的话 它的摩擦系数 跟它的角度 和这滑块会不会动的关系 我们不要再算了 直接就可以看得出来 有一个 我们用这张图说明 有一个刚刚有同学来问 那个我刚可能有一个跟各位 讲话我可能没讲清楚 我们重新说明一下 注意啊 如果 这是一个物体 它有往右边移动的倾向 那 这是n 这个就是摩擦力 所以的它r 我说偏右 刚刚有同学吧 好 这我们解释一下 我的偏右的意思是 原来好像这样子垂直的 因为它往右移动 r就这样子 所以我讲的偏右是这个意思 因为有同学把我的偏右看成键号 说这个键号是偏左啊 是从右下方到左上方 所以我再强调 物体往这边移动 它就好像我的r的方向就从n这边 往右边偏 这是我讲的偏右意思 物体如果往左边移动 我的r呢 就从n的方向往左边偏 我再强调 我的偏左偏右不是看箭头 是看这个直线 是往右边偏 还是往左边偏 OK 我再补充一下 怕给各位造成困扰 好 那我们刚刚跟各位介绍了 不管怎么讲 摩擦力 大概就四种状况 第一个 完全没有移动的倾向 我的摩擦力等于 没有移动的外力 摩擦力等于零 有外力不够大 摩擦力 是依据平衡方程式来决定 如果是impending 摩擦力 f就等于fm 也就等于mulsn 这个时候 我的摩擦角 就会等于phats 也就actensin的muls 那如果 外力大到使物体移动 我的摩擦角 就是等于phatk 也就是actensin mulk 如果物体是放在一个斜面上 细打角度小于phats 这个物体就不会滑下去 等于phats 这个物体即将要滑下去 细打大于phats 就是说你的摩擦系数 产生摩擦力 不够阻挡重力 物体就会滑动 那我们前面说的 那一般来讲 摩擦力的问题 大概分成三类 分成三类 第一类 你知道 作用在这物体上的 所有外力 你也知道 接触面的摩擦系数 muls等于几 mulk等于几 题目要你判断 这个物体会不会动 这种情形之下 我们基本上 就是依据平衡方程式 先把摩擦力给算出来 然后检查 如果算出来的f 小于mulsn 那就代表 这个外力之下 物体不会动 不管有没有斜面 如果是等于mulsn 代表物体即加要移动 如果大于mulsn 代表物体已加动 已经动了 而这个时候 f等于mulkn 这是第一种类型 OK 判断它会不会动 物体的运动状况 这时候你绝对不能一开始 假设f的mulsn 你要先用平衡方程式 算出摩擦力 然后检查 它跟mulsn的关系 第二类的问题呢 是我知道了外力 我也知道物体 是impending 即将要动 题目会要你们算出来 这时候摩擦系数是多少 那这种时候 你就是一开始 就是把f等于mulsn 因为题目已经告诉你是 impending 把这个结果 带到平衡方程式 然后最后呢 直接解这个位置数 mul sub s 这是第二类 第一类知道mul s 判断运动 第二类知道运动状态 通常就说它是impedent 然后我们要解除mul s 第三类是 我知道摩擦系数 也知道它会动 我们要你解其中的 某一个外力 这个结果也是一样 你还是用f等于mulsn带去 只是mul s知道 说你摩擦力通常知道 然后你用平衡方程式 去解其他的外力 带入平衡方程式 基本上摩擦力 在经营力学里面 摩擦力问题 大概就这三种 判断它会不会 它会不会动 或者是找出 它的摩擦系数 或是已知摩擦系数 跟知道它即将要imbeding 然后算出 它维持平衡的外力 那我们这边 给各位举两个例子 第一个例子 你们先来看 它就是 那你们课本上 第八章的第三个例题 第八章 第三个例题 它就是一个物体 下面那个800流顿的力量 你们就把它当作是物体的重量 这物体的重量 你就可以当作它是800流顿 然后它在一个25度的斜坡 然后有一个P这个力量 朝左 水平朝左 那它这个界面 物体跟这个斜面 接触面的摩擦系数 我们知道 近摩擦系数 μS是0.35 动摩擦系数 μK等于0.25 它问我们三个问题 第一点 如果 我想把这个物体往上推 往左上方推 我P至少要多少 这个时候 第一个小题问的就是 impending 我知道 这都是属于第三类 我知道是impending了 也就是摩擦力 F已经等于μS乘以N 0.35乘以N 然后物体即将要往上 那我的P应该是多少 第二小题是 如果我要维持 这个物体继续一直往上走 就是动态的 第一题跟第二题的意思是一样 一个是即将要往上 第二个已经在往上 唯一的差别 第一题的摩擦力 你要把它假设0.35N 第二题B的摩擦力呢 因为在动 就是假设0.25N 然后我们要解P 第三题是说 因为这物体有个重量 800牛顿 如果你没有这个P 它可能会滑下去 所以我们要问的 如果我要防止它滑下去 P的力量是多少 所以第三题还是一样 F是等于0.35N 只是第三小题C 跟第一个小题A 差异是 第一个小题A 物体是往上 第三个小题是 物体是往下 让我们解P 所以这一题基本上 都是属于刚刚讲的第三类 我知道运动状态 我也知道摩擦系数 我要找出外力P 那这个 基本上有两种假 我们拿第一小题来举例 第一小题 传统的 这是我的物体 这个就是斜面 25度 然后这个重量 800牛顿 我画自由体图 然后这边有一个P 然后这边有一个N 这是位置数 以及呢 因为是往上 所以它朝下的摩擦力 这摩擦力 就是等于0.35N 所以 从这个自由体图 我们可以是 这两个方向 外力和等于0 或者是 斜的 这两个方向 外力和等于0 都可以 两个方程式 可以解除两个位置数 一个是P 一个是N 这是一种解法 但是你们课本上 不是用这一种 这就是其中一种 summation 两个垂直方向 summationF等于0 就可以解除P跟N 那你们课本 那这个里面 你们主要就要知道 因为它这个 各有一个缺点 如果你用的是 这个坐标 你要搞清楚 这个N 跟这个摩擦力F 它在水平 跟垂直方向的 分量是多少 如果你用的是 这个坐标 你要搞清楚 这个P跟800 在这两个方向 的分量是多少 summationF不要搞分头了 这次这种状态 有时会容易出错 那你们课本的解答 就用合力的观念 OK 首先 第一个问题 假设我要找到P 使这个物体 会往左上方移动 那我知道 我的近摩擦系数 是0.35 所以我们有 那也就是说 我的摩擦角 就刚好等于 Fight S Arc tangent的0.35 刚好是14.29度 19.29度 所以我现在来画 我这个物体的自由体图 你们仔细看 看这个物体的自由体图 还是一样 一个800朝下 嗯 对 这边有个800流顿 朝下 这边有一个P 朝左 然后呢 就像我们讲的 我的R 因为我已经知道 我的摩擦角 就是19.29度 所以我的R 跟法线的角度 是19.29度 然后法线 跟垂直线的角度 是25度 因此 我们会知道 这个R 在水平方向的分量 就是R 乘上 Sine 19 那个25度 加上 19.29度 也就是说 我把这个图 先画出来 你们仔细看图 800很容易画 P 操作 也很容易画 R 你们就要小心 我们先画出那个法线 然后法线 跟垂直线的夹角 是25度 然后因为这个物体 是要往左上方移动 所以我R会偏到左边 就像现在荧幕上所画的 而这时候我们就知道 R 跟法线的夹角 是19.29 因此 我们看我们的平衡方程式 水平方向 就是R 乘上Sine 25度加19.29 就44.29度 减掉P 等于0 垂直方向 就是R乘上Cos 44.29度 减800 等于0 那两个方程式 有两个位置数 一个是R 一个是P 我把 第一个式子 除以第二个式子 R会消掉 我们最后就得到了 因为我只要算P P就等于800 乘上天井的44.29度 786顿 所以我知道 在这25度斜坡上 我只要要力量超过786顿 就可以把这个物体 往左上方移动 你们可以比较 如果你 你这个图画出来以后 你要写这两个方程式 感觉 远比 我从这个图 写两个方程式 好像简单一点点 比较不容易出错 比较不容易出错 所以我们讲的 很多时候的解题 我们用的都是这个合力 跟摩擦角的观念 然后第二个小题 我要问 我要使它继续 往上移动 继续往上移动 代表我的摩擦力 等于muk乘以n 就0.25乘以n 所以这两个图是一样 只不过是 我的夹角 我的phitek 就是actensin 0.25 等于14.04度 等于14.04度 所以我的r 因为还是偏左边 所以r跟法线的夹角 是14.04度 法线跟的夹角是25度 合起来是39.04度 那我们水平 跟水平方向还是一样 r乘上扇影的39.04度 减掉p等于0 r乘上cos的39.04度 减掉800等于0 还是一样 这两个衣橱 我们最后得到 我的p等于800 乘上tg的39.04度 最后是649牛顿 我要花780牛顿 才可以推动这个物体 它只要动了以后 我只要有649牛顿的力量 这个物体就会一直 朝左上坡 第三个 就要注意一下 因为 第三个就是说 假设这个物体会滑下去 我要用多少力量 防止它往下滑 所以我们自由体图的时候 你们注意到 在这个斜面这边 第一点 角度我们还是知道 因为mule S 还是19.29 但要注意到了 因为物体是往下滑 所以呢 我们的这个 r合力是偏右 那这时候你就要注意到了 我们现在看 假定 这是我的斜面 抱歉 这应该直的 这是我的斜面 这是我的法线 你们注意到 先要画出这个细打 细打这边是25度 因为我的r可能是这样子 也可能是这样子 所以你要判断 那我现在知道 r跟n的夹角是19点 19.29度 所以我知道这r一定是在里面 偏在里面 像这个图 如果r算出来是30度 那这个r就会画到 这个垂直线的外面了 虽然偏右 也有两种可能 好 像现在这个图 因为r是19.29度 所以r的位置 是在我的法线 跟垂直线的中间 因此这个时候 r的水平分量呢 就是r乘上cos的25度 减19.29度 因此 我们最后 得到这两个方程式 角度是变成5.71 结论还是一样 p 就是p 就是等于800层上 腾紧的5.71 最后算出来 只有86吨 所以我要防止这个物体 往下滑 我只要给它 86吨力量就够了 因为摩擦系数够大 这个就是我们讲的 典型的用r跟fit 来算这种问题 会比 我再强调一下 画出这个图 远比 这一幕上 这个图 感觉会比较好画 可能写方程式的时候 你不管写垂直水平 还是斜的坐标 有的时候写方程式会比较啰嗦 而画这种图呢 就画的时候 你就要注意到r跟法线 还有跟垂直线 尤其在斜面上 如果是平面的就非常容易 如果是斜面就要小心r跟法线 和垂直线之间的相对位置 你才会决定我的角度是加还是减 OK 这是很容易会犯错的 这个要小心 这是第一个例子 我们再跟各位介绍 我们这个第一小节的第二个例题 也是你们课本上第八章的第三个例子 这例子有点意思 你们看右下角的图 这是一个框架 它可以套在一个管子上面 任何一个位置 然后我们在这个框架的最外端 有一个w的力量朝下 这个框架两点之间的接触距离 是150mm 这个管子的外径 我们强调的是外径 你们可以注明一下 75mm是这个管子的外径 因为管子有个厚度 我们指的是最外面的两点之间的直径 75mm 我们看这个管子的状况 如果我们有一个 这边有一个w 往下一压 这个框架 就会产生一个顺时针的力矩 产生了顺时针的力矩的时候 你们看下面的这一页这个图 你们看这边的这个图 这个是框架 所以一产生的时候 它会在ab这两点 只有这两点 因为这个框架会顺时针 有点转动的倾向 所以会在 一个 等于也就是在这个管子的左边 跟下面这个的右边 右端会有接触 那我们这个画的是 框架的自由体图 所以在左上角 A点管子给框架 因为是压 所以管子给看架的力量 是压力 所以这边na是朝左 这边呢 记得这naab是管子给框架的力量 因为它们是挤压的 所以在下面的力量 是nb朝右 因为有naab 所以就会有摩擦力 fa fb 如果摩擦力 fa加fb 比w 因为摩擦力是朝上 因为这个框架有可能是往下动的倾向 所以作用在框架的摩擦力是朝上 如果fa加fb 是大于w 这个框架就不会滑动 就是摩擦力可以抵住w的重量 如果fa加fb 小于w 那w力量就够大 这个框架就会往下滑动 那fa和fb分别就是等于 我的摩擦系数乘上naab 那关键就在这 你们仔细看 如果naab越大 fa跟fb就会越大 这个框架越不可能往下滑 但是naab所形成的力矩 刚好这个w跟x这个距离所成的力矩 会接近是要抵消的 所以我们现在知道 如果x的这个距离太短 w乘x产生力矩就会小 wx产生力矩小 na跟nb就会小 na nb小 fa fb就会小 框架就会滑 因此我们现在知道 x的距离不能太短 它有一个距离 就它必须要有足够的长度 有足够的长度会使w产生足够大的力矩 就会产生够大的na nb 产生够大的fa fb 使它高好等于w 因此关键是x不能太短 所以我们题目问的就是 x也就是w到管子中心点的距离 x距离至少要等于多少 我们刚才已经解释了 为什么x不能太短 x太短 na nb就会太小 fa fb会跟着小 可fa fb应该至少要等于w 所以这个题目就是忽略框架的重量 然后我们知道摩擦系数 是0.25 所以我们希望找到最小的x距离 所谓的x最小的距离就是x的距离 刚好使我的摩擦系数 摩擦力 刚好等于impending 也就是f 也就是这个图上的fa等于0.25na fb等于0.2nb 而且fa加fb会刚好等于 刚好等于w在这种情形之下 因此我们看 所以从这个图 我们来找它的平衡方程式 首先 summation fx是等于0 那我们会得到nb减na等于0 所以我们知道 na跟nb的作用 那个这两个作用力是一样的 这是第一个 然后summation fy等于0 我们就是知道fa加fb减掉w等于0 可是我知道fafb从这上面等于0.25na或0.25nb 这两个又相等 所以这个式子也等于0.25na加0.25n 0.25na等于w 因此我们最后马上可以得到 我的na也就等于nb等于两倍的w 这两倍的作用力都等于w 然后摩擦力呢 然后摩擦力呢 就是0.25乘上2w等于摩擦力等于w的一半 那我们最后要解这个x 因此从这个图 我们最后对b取力矩 b取力矩有几个 第一个 因为我们是在b点取力矩 所以这个nb跟fb都不考虑 左边呢 我们先考虑na对b的力矩 是ok na对边 那它的距离是150 是负的na乘上 哦望左 所以是反时针 所以是正的na乘上150 然后加上向上的摩擦力 对这个的距离 对这个的力矩 摩擦力是fa 所以是因为是顺时针 所以是减掉fa 乘上我们中间的距离 就是管壁的厚度 那个半直径75mm 然后最后 再考虑到w对b点的力矩 w对b点的力矩的话 它的利弊 就是整个x要减掉37.5 所以也是顺人 所以减掉w乘上x减37.5 这边我们要讲一下 我们刚刚不是说过摩擦力 不能取力矩吗 能表现我讲唯一的例外 就像这个 因为这是一根管子 圆的 所以这个圆的这边的接触线 摩擦力就只是一条线 它不是一个面 所以这个时候 我fa可以取力矩 因为它的接触 它是圆的 就是一条线 这就是我们说的例外 如果是一个圆跟平面 接触 那个摩擦力 方向固定 你可以取力矩 如果是面跟面 就不行 然后这个里面 我们又知道 我的na刚刚知道 是等于两倍的w 我的fa呢 fa就是等于 那个0.25乘na 也就等于0.5的w 所以我们把它带进去 变成这个结果 那w就可以都消掉 直接解x 最后解释x等于300mm 也就是等于 所以我x的距离 至少要300mm 我这个框架 才不会滑动 OK 本身来讲 才不会滑动